誒誒誒 要開始來 我們要先喝一下吧 來 要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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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沒了嗎 いて 他不會有其他的 �를不忍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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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會不好意思 他會不會有好事 如果 我沒有會 但見到誰 會不會有好事 我沒有必殺 我沒有可能不堪 我沒有必殺 我叫阿明Vasio导游 吉他手 你好我是阿福 就是Wasio姐妹花公司的阿福 我是叫艾川 我是在Wasio最小的导游 大家好 哪里小 什么都小啦 今天 今天代表就是9月9号 代表有9的号码 就是 9就是 就是叫做高 高就是 跨一步的意思 高 进步的意思 今天9月9号的话 我们泰国这边的百货大楼 大部分都是会有 打车 我们三个人都是泰国人 就是我们都是导游 然后那就是说 我们几乎大部分我们的生活 我们会有 借游喝一些东西 今天要来 介绍给大家 听一听就大概4个品牌左右 泰国 就是有4个动物 4个动物 好像我们买动物园 大家都会知道来到泰国一定要喝 我买 这个绿色的绿色 大象 大象的瓶子 绿色的瓶子 你现在再喝了 还有第二个话 就是有那个 狼虎 狼虎 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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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会觉得它是老虎 它不是老虎吗 豹子 老虎是这边有一个王 你看一个王 还有这就是 我们公司最喜欢喝的 其实如果 就是我们要打货给公司 就说行 我们叫行 就是我们泰国叫行哈 行哈 行哈 你们要买就行哈 行哈 这样才能卖的到 就是行 大家听不懂你简话 对 行哈 这个 那个时候我们的 员工旅游 好像我们买 十几箱吧 是吧 好像是 对啊 因为我们早上 我们就喝完两箱了 早上 早上 开开开开 开 三种动物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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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国这边 就是说 每个人喝啤酒的话 一定要 这个东西 是什么 ice 你要简直英语干嘛 我去问你中文 这个是冰块 在泰国这边 因为大部分都是那个天气太热了啦 然后就是说我们要喝 我们要 喝什么饮料都是再加冰块 啊 对就是酒的话也是会加冰块 一定要放 真的因为不然的话 这些东西会不好喝 啤酒也是要冰 对 今天那个 有三个品牌 但是我还有一个东西 这个 是最后 大家 最后的话就大家再喝 所以 我就说如果是女生啦 我觉得会喜欢这个东西 比较轻 但是我们男生 就是我们男生 就会觉得就 太淡了 太淡了 对 我们就有一些 那个拿洗眼里面 会觉得太淡了 这个是一个 一个 黑手吗 对对对 就是还有 除了这些东西 我们介绍的话 我们还有这个是最 最新的果味 我先给你们说 这个是那个 打抛鸡 打抛鸡 就是说 果味 就是说 等一下我又 试一试给你们看看 我一直 也很少吃那个 品干系的东西 因为我怕胖的 然后 哈哈哈哈 都是好吃的 第一点介绍 第一 咖喱糖下 咖喱糖下 试试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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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有 就是有螃蟹的 原来是那个螃蟹味啊 就是没有螃蟹怎么办 对啊 好吃好吃 第二 螃蟹 你真的有螃蟹啊 就是那个 螃蟹咖喱果 但是 如果 如果谁不太喜欢咖喱的话 我会觉得 呃 也可以买一买 因为味道不重了 大家可能是反向 很贵吗一包多少 一包 如果我记不说的话 是二十块钱 对 蛮多的 第二的 那个 口味 绿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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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咖喱的味道 怎么样 有 有 哈哈哈哈 你说出来 你没有 哈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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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辣椒 哇 都买 真的 辣椒 辣椒 是真的辣椒的味道 绿咖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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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吃了 看起来好辣 哈哈哈哈 哀了吗 哀了吗 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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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糠 面糠 就是面糠 面糠 就是面糠的口味 用面糠的口味 你就说用那个叶子包 对 就是那个 有一个 泰国的叶子就是面糠 冰朗叶 冰朗叶 对啦 里面的味道大部分会有那个辣椒 柠檬 小虾 小虾 还有那个 顺头 顺头 其实如果谁喜欢那个是 比较特别的东西的话 你可以试试这个 其实 这个 这个口味 口感 像一个 青草的 嗯 它有什么 柠檬的味道 酸酸甜甜的 嗯 那其他的就是有 咖喱 有虾 我会觉得这个好吃耶 这个好吃 真的好吃 因为是有变 酸酸甜甜 有泥泥的口 每一个都 吃一块 就感觉 很好 你太棒了 哈哈哈哈 哎 哎 这个 这个也不是最新 但是 有人说 这个咸蛋的话 就从那个 从那个 新加坡的那个 那个 来吧 对 这个咸蛋 咸蛋 很好吃 对啊 比较 比较 浓 你可以买 这个东西 咸 这个东西是酸 就配合 辣就是这个 怎样配合 对 一起拌在一起 很多那个味道 鲜蛋好吃 鲜蛋我觉得不错 哎 这个最新的口味 嗯 打炮 打炮鸡 其实 我觉得这个是 那个味道 真的有那个 很鲜的那个便当 泰国的便当 真的 超香 哎呦 很香 打炮业很香 那个饭也有推荐 打炮猪肉 如果泰国的话 就是泰国 本地人 中午 第一个选择 不知道要吃什么 除了炒饭 就是打炮猪肉 一定要 要辣哦 不辣就不是了 就是 炒猪 对 那个一个 打炮猪的打炮鸡 就是 在泰国这边 有很久了 然后 你们来泰国第一次 一定要吃这个东西 但是每个店街 就是热炒店都会做的 但是 很难找那个 超好吃的 那个 有 路边 就是 要吃泰国的本地人 就是要在那个路边找一下 看起来就是 不太干净 那就是又好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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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真的 超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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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病吗 这个 我的感觉是比较浓 但是大部分那个 很多游客 客人就是常常喝 因为这个比较 比较浓 比较有 啤酒的口味 很像 很像那个 海尼根 海尼根 但是我想看那个老外 会很喜欢喝这个 饼牌 真的很喜欢喝这个饼牌 因为 因为他是以为 海尼根 哈哈哈哈 二百座 还是 二百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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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如果我自己选的话 我选第一名 我选这个型 我选这个 也是 也是这个型的 也要很好喝的 你们呢 我也是 是 你呢 星航 但是 那个饼干呢 你们就觉得 哪个 好吃 饼干 我推荐 鲜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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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推荐 你呢 海尊推荐 我推荐 面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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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个就是那个 打泡机 就是我会觉得 这个是最 特别 味道最 最最最像 真的很像 真的很像 然后 来这边可以买一买一下 每个山下院店都会有啦 因为最新的火味 因为如果它好卖 它可以一起再卖 它不好卖 两个月就没了 真的 真的 真的是这样 如果不好卖你卖干嘛 不是啊 这是可以配饭的 呃 其实可以配饭的 可以店 可以店小朋友 对 可以配饭吃 它味道真的很特别啊 海内国这边 就是 看一看 就是说那个 买一买一下 喔 那我们今天 九月九还好 九点 今天 九月九號 一九 就是 建筑 拉大家 啊 那等一下 恭喜发财 身体健康 我要帮她来 不要帮她来 不是啦 要不要问大家 就是如果那个 你们需要看什么东西 想要看什么样的主题 比如说我们带你们去夜店 啊 酒吧 比如说我们带你去高通酒吧 对对 你写下的下面 如果你说 要去看那个太古的夜店的话 我真的很兴趣 然后你写下 因为如果你写那么多 你们写上那个上面字吗 我们去喝酒 谁付 公司付啊 对啊 但是 如果你不写 谢大家 对啊 我们先接受 谢谢大家 我们那个太语吧 空公 对 把今天 我们那个9月9号 先试的话可能我们下一个礼拜 或者那个 如果我们有什么很特别的东西 主题 还有阿春 还有那个阿明 还有其他的 对 其他的那个 感谢大家 感谢你们就是来看我们那个 乐器八糟 哈哈哈 真的 以后的话 如果那个 你们需要看什么东西 你们可以 在那个 对我们的FB 就 告诉我们一下 就是说你们需要 知道哪种之类 所以我们如果 不难的话 如果不难的话 我们一定 不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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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那就这样 OK 那今天啊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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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